我問我選手看報我都有蒐集的情況 當你講到後面球賽很乾 或你覺得這個時候可以講一個他的小故事的時候 事實的表達出來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準備的東西 除了資料準備 平常一些他的狀況我都有在蒐集 那等到球賽七點開始 大概到六點二十六點半這邊的時間 會出來先發的line up 我再負責把它抄上去 先發陣頭出來之後 把我這邊的資料 做的就是把它抄上去 然後這比賽中我就可以用 所以大概資料方面來講 資料庫就是你不斷在各個網站搜集 那你提到打油絲這方面呢 我覺得我的同事成年已經比較厲害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偶爾我也會學 我們常常會互相交學相長 我覺得其實有時候看到一些好玩的 譬如說 有時候我們把甄嬛啊 裡面的一些好笑的東西 常在常常不在啊 把這個很好玩的東西 常常把它用下來 就是很刻意的 或者是最近播到Rocket的比賽 這不是我的Rocket 反正就很刻意的把它揉進去 就是說常常有時候 有看到什麼好玩的東西 你把它記起來 當然做新聞的時候 我會把它揉進去 就是適時的 不要太突兀的時候 那你說打遊戲 也是平常有一些好玩的詞句 這個把它稍微記下來 然後再把它適時的用出來 這平常還是會多少準備一點 大概是這樣子 這樣可以嗎 有回答 那個系蕾的推開一個來發問 你們沒問到等一下三點又結束 你們又覺得你有遺憾 這應該都各種好手 可以問專業的問題 謝謝小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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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播你平常會上PTT棒球款 跟大家討論問題嗎 現在比較少已經在偉來 因為很多的球迷會在上面討論 那我覺得想到這一點 其實我當年在剛播報的時候 心思還很脆弱的時候 有一次播那場兄弟上的比賽 然後講了一個東西 譬如說我記得那個情景是 就是馮聖賢游擊手 那個時候他手游擊 他發生了失誤 他一個球迷接到 沒完成Double Play 然後那場比賽最後被統一逆轉 結果我在賽後就說 馮聖賢這個失誤真的很不應該 那我是純粹就有一個觀察者 他說不應該 他的失誤造成了 兄弟上就輸了這個比賽 當天晚上我被罵了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批評我們馮聖賢 馮聖賢他其實很認真 就是完全我就是一個 哇當場那個脆弱的心靈 受到傷害就覺得說 就看看那個版面大概有四五頁被罵 我想說 算了算了 這個以後不要看那個東西 然後我的長官蔡美琳也跟我講說 其實看開一點 也許這五頁是罵你的 也許有另外五頁沒有罵你的 這些人不會上來存在的 你這樣看開 就不會受到影響 因為有時候你會覺得說 哇有一個人一直在罵你 某一個東西講錯 你會很在惑的話 就影響到你後面的表現 所以我覺得我寧可就是說 我自己把我自己準備好 然後球迷的意見我也會聽 除非我真的講錯什麼 或者是表達錯誤 當然我覺得那是我的問題 原則上其實跟球迷互動我覺得蠻好 但真的去看什麼東西 我現在反而比較少看 像一個模式他說 我根本不看了 那我就覺得 我現在要選我的模式 還是比較少看 那我覺得還是可以跟大家有互動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王主播你好 那我現在是那個 就是校友 就是異業之後 特別我還聽 因為我對這個產業真的很有興趣 對啊 然後我想要請問王主播 就是 怎麼樣就是在 我還 就是我在實力 還要找工作這段時間 怎麼樣 進入這個產業 那要做 經過這個產業之前 要先做什麼準備 這樣 OK 我想這個問題 其實很多人問過我 那我趁著這個空檔 也跟這個同學來分享 我想其實就是 如果真的對運動 體育這個產業有工作 其實現在的機會真的蠻多的 譬如說 你是不是像平面來講的話 平面來講的話 像曾文成大哥 那個TSMA 那是一個很不錯的媒體 他們也是 最近也有很多年輕的 大概是剛畢業的 有幾個記者他們 有去那邊做一些實習記者 那你說電視台現在 因為 畢竟現在體育真的 除了王建銘、陳偉銀之外 這個體育的東西 算每個電視台都很重視 到我民視 因為我們自己有提議新聞 有轉播 我們有個組 我們帶有七個記者 加入了同一七個人 所以 更是就是 這樣比較龐大 那其他電視台 可能沒這麼多 那另外上 偉來也是一個方式 我覺得其實如果你對於 這個方面有興趣的話 當然第一 你一定是對這個有熱忱 然後你一定對體育的相關的 無論是知識也好 無論是他的規則 都了解 我想這方面 你都足夠的話 我覺得接下來就是 你要找自己的資 你要想辦法找機會讓大家認識 就是你 無論是譬如說 電視台 有一些譬如說 我不知道你的機會是 就是 也許我覺得你可以毛遂資金 給文大培 或者是說 給張澳清 就是說你對這個東西 很有熱情 我覺得毛遂資金是個方法 對 那再者就是 找在任何電視台 譬如說有實行的機會 對 每個電視台的暑假寒假都有 都是機會 不過在電視台方面來講 平面的話 另外就是譬如說 上TSNA 我覺得 你有機會的話 我可以告訴你的 曾文大培他的聯絡方式 你可以去自我推薦 其實就是說 你自己想寫東西 或你純粹就是 對於電視媒體這方面有興趣 這兩個不同的路 對 那也許我們可以再討論 我覺得總是就是 你自己先準備好 然後有一些方法 其實對於現在 想要進這個行業的 年輕人來講 其實現在機會蠻多的 重點是你自己先準備好 對 謝謝 問你小小的問題 請主說 您多那麼多種運動 像您自己的運動是什麼 嗯 我現在都說得比 唱得 說得比打得好 沒有沒有開玩笑 我覺得其實平常就是 以前都會跟朋友打棒球 像現在你要錯過打棒球很難 就是打捷電機上打一打 但我覺得現在最簡單的運動 就是播完之後 我會去跑步 就一天跑步公平這樣子 對 這個跑步公平 好 那大概還可以 最多再兩個問題 主播您好 想請問一下 因為最近我們台灣的體育生活 大部分都著重在我們比較熟悉的 像棒球這些的 可能就其他的體育學 像是不外那些 或是足球都比較少 或是一些攻擊奧運的東西 我想請問一下 在我們新聞界方面 有關是 其他比較 少播的運動項目的話 你們會怎樣處理 嗯 我覺得其實齁 真的是 市場考量 因為其實在台灣 真的看棒球跟籃球的觀眾 就是真的比較多 那 如果不是因為王建民 其實很多人也很少看美國之邦 那 如果不是因為王建民 我們明時也會花 三年五百萬美金的全力 去標準的美國之邦案子來播 對 所以電視台是不會做 賠本生意的 那你說播譬如說 播F1 甚至是說音聰很多人看啊 對我想看西角 我想看漫年啊 但重點是你這個新聞播出來 喜歡看的人就是金斯塔的底端 就是他非常了解足球 他很愛看 了解F1 也許你說我想看這個MASA 我想看這個Hamilton 就說 是沒錯 因為你熱愛這個運動 但是畢竟這個風潮 這個新聞 當我們花了時間 花了金錢去買這個新聞的售子之後 其實播出來之後 收視率很低的話 其實上面的 經營團隊就會覺得說 那我們為什麼要播這個新聞 我還不如就是王建平 我可以切三條來播 那 我花二十萬 你們兩個人去談帕做楊姬和新聞 我播一整個禮拜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畢竟這是比較現實的東西 在台灣 棒球跟籃球 籃球好 就是看林書豪 林書豪 然後熱火呼人 對 那其他東西 當然你如果有看我們民視體學新聞 其實一整天 我們一則十二條新聞 F1 每個禮拜一我們都會有 然後 然後像足球或者是 其他一些稍微冷冷的 我們也會有報道 但是很明顯就是 收視率 這是什麼 這是F1 這就是足球 那這個那麼高是什麼 這是王建平 這是陽性 其實就是這麼現實 但是 但是做一個報道的例子來講 當然這是 可能對體育民想要全部監蓋是比較困難 但重點是 如果今天電視台因為收視率 連這個東西都做不成的話 他不拿錢做這個體育新聞 做這個報道 大家今天什麼看都沒有 就是什麼看的都看不到 所以說其實有的時候的現實面 考量就是所謂的愛情跟麵包 真的 你沒有麵包什麼都不要談 你沒有收視率 沒有廣告廠商的支持 支持 所以說有些 你比較想看到的東西 台灣電視台看不到 他的原因在這裡 謝謝 謝謝 沒有要問的 沒有要問的 那個主播你好 其實你有轉播過那個 現場的比賽 也有在錄影裡面轉播過比賽 那你覺得這兩個差異在哪個地方 好 這兩個差異其實就像 電視機裡面 我光看美國斯報 我看電視轉播 跟其實各位在家看轉播什麼一樣 就是我看到的東西不比你們多 我比你們多的是 我可以聽到現場主播講話的東西 因為他們在現場 他們有一個即時的聊天 或他們說的東西 我可以可能把它翻譯過來跟大家講 這我是我比大家強的地方 看東西我絕對不比大家多 但如果在現場 無論是轉播 譬如說奧運也好 或者是中華翅膀 或者是在現場的比賽 我直接坐在主播台上 我可以看全場 一壘二壘三壘 尤其所有的外野 我都看得很清楚 球打出去之後 球員的反應 然後在場上的反應 我都看得很清楚 我能夠掌控最直接的東西 大家看不到的東西 可是看那個東西就是說 可能真的就是 我們後來看多了 球打出去之後 知道說這個球在哪裡 因為球 有時候球打開 大家打出去之後 哇 大家球一定會驚呼一點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到底球在哪 球在哪 其實到後來一打出去 大概知道這個球應該是 這個球應該是街外球 或者是全壘打 大概都知道 等到看球之後 在現場看球 大概會養成一些自己判斷功力 大概這樣子 外面還有一點 學習 王主 您好 就是 中華之棒從元年到今年24年 也歷經了很多次的假球事件 就是像你這麼愛棒球 我們很多人也是愛棒球 但是我們可能沒有經歷過前15年 那這一段過程 真的是 假球過後的心率出來 就是你怎麼看 然後跟今年又在今年賽熱潮又起來了 那現在平均有5-6千人在看 那你怎麼去看 這個要如何持續這個熱潮 跟職棒假球的過程 我想第一次發生假球事件 當時 我在未來就經過 就是從原先 職棒8年的時候 曾經3-5千人一場球 到後來假球 我們那個時候去播的時候 真的是 我覺得很難過的是 我去播現場 我們工作人員都比現場的球員太多 因為真的沒有人要看 那是一個非常殘酷的事實 那經過好幾次之後 其實我想中華之棒能夠撐下去 除了台灣人真的愛棒球 加上 台灣球迷是真的是非常 非常nice 非常善良 他們能夠不斷去容忍這樣的情況 然後球迷也能夠去原諒這樣的情況 那這當然不是說不好 只是我覺得說 回過頭來說 就是球員本身自己要來 自己要來思考 怎麼樣去避免那樣的誘惑 然後避免這樣的情況 因為大家畢竟 重新再把這個舞台給構建出來 重新貼實地利人和 又把今年整個狀況帶出來 那你不要因為幾個球員的一些不好的做法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